我们接下来要把时间和舞台交给阿温FC RICE 辛苦了 我不觉得出圈是个什么好事情 因为就是现在的出圈的标准很奇怪 做表面的 宣记的 他也有更多出圈的机会 我的意义就是让更多人知道 引起大家的共鸣 让大家回忆 让大家心里有所想 出圈不是一个人的事 是一个团 每个人都要努力才能做到的一件事 因为我们RICE 一直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团队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在意 别人想看什么 但如果一定要去做出圈的东西的话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还挺难的 我们不是一个很会出圈的男团 莫斯科的副司机爱牛肉面疙瘩 肚子要清楚 你说哥哥弟弟不准备 又断开了 参加王后做过来的我呢 扁担宽板登场 扁担想绑 想绑在板登上 我们选这首歌更大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吧 想让大家有共鸣感 然后我们也想把中国的文化发扬光大 中国话是承载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的一些年轻人们对自己国家对自己身份的认定 不只是一代人吧 就包括像这次来的50到00后吧至少 就是一个时代的回忆 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国家的文化 刚发行的那个年轻人真的可以说是爆红 看到这个名字就会知道这首歌 这一次呢我们改编的更加的有更多的元素融入在里面 扁担宽板登场 扁担长板登 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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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老师录不出来了 其实你这些已经有了 其实可以 对我听一下 扁担宽板登场 原来是扁担宽板登场 你板登唱太早了 扁担宽板登场 扁在墙板登上 对你只有那一点点地方能讲出 露露rap对他来讲都有有一定的难度 然后这次又变成了绕口令式的rap 因为我平时说话 我是一个就是吐字比较慢的一个人 我当时露露我都快崩溃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第二句不行扁担宽板登场 扁担想绑在板登上 我快说不清楚 扁担宽板登场扁担想绑在板登上 真的 真的这样 老师我一句句来吧 我等你 想得到你 我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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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天上看 满平心 满下看 坑 坑里看 有满平 坑外长 雷老松松下落 就一直以 一下错 雷老松 三情 顶着一掌的 登 邓晨哥这一步 金 金是什么来着 出东门过大桥 大桥底下一步 刀 拿着干架去打倒 金的多红的少 一个刀 两个刀 五个刀 六个刀 七个刀 八个刀 九个刀 十个刀 九个刀 八个刀 七个刀 六个刀 五个刀 四个刀 三个刀 两个刀 一个刀 这是一段绕口令 一口气说完才算好 白石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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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塔 白塔 白石塔 打好白石塔 石塔 石塔 白石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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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塔 白石塔 打好白石塔 石塔 白又大 哦耶 中国话 因为讲的都是中文嘛 然后 呃 传达给人 有一种情和理 我觉得 对你产生 共鸣的方式 还是情趣 所以我觉得 包括选中国话 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很直接的情绪 我相信他听我们的声音 听我们的整个情绪 他能知道我们的所有 我期待我来给你 杰斯 没个清除直言 杰斯 秦出没个直言 我刚刚说啥 秦出杰斯 你的感觉没有佳佳 唱的好 佳佳 姚琛说 这种难道 重庆话不如你说的好 他那个是晚成的话 我这是晚重庆话 我们中间 其实有一段 重庆的方言 就是我 就是男人战兄 我们一起唱的那一段 因为其实我们三个 一直被粉丝 就是喊 重庆三兄弟这样 对 然后 其实我也从来没有唱过 重庆话的Rap 周震南 他是个假重庆人 我再说一遍 他是个假重庆人 他在准备了 你才对我 又还温柔的 我来唱普通话 除了语言上 你们还有什么特殊的设计 还有杂技 啊 杂技 你应该自己夹了 我不会喜欢上级棍 我不会喜欢上级棍 一五七人不可以把棍吸掉 装结棍这个东西 是打得我真的太痛了 再不擅长 也要努力去学习 就是要克服一切的困难 就是当时觉得可能很难 很难很难 但坚持下来可能 就是后面会觉得很美好 那一段回忆 这种表演方式 是Rise通过Rise的一些想法 然后放到了这个舞台当中 然后希望能够让 喜欢我们的一些年轻人 然后能够在这个舞台上 更多地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并且去喜欢上他们 希望能够把这个作品做到最好 不同年龄层的人们 能够认可我们 接受我们 然后80 90 有升级棍 然后Rap 然后00后 就有我们帅气的零 60 70 我们有五龙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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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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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